给我搜 都搜仔细了啊 快点 把那个柜子打开 静静 这是怎么回事 东西都倒出来 快点 我也不知道 主啊 这可是巫骨 是死罪 你给我闭嘴 宁额娘敢在宫里动屋 真的是不要命了 不会的 我额娘不会这么喘的 李公公已从卫府搜出了四个 胆敢诅咒皇后 真的是不要命了 走 不行 我要去见皇上 去见皇上 走 皇上 臣妾派了凌云彻 带左路入宫查问 向来也快有结果了 左路 皇上 左路年有无知 惊不得惊吓 只怕他胡言乱语 误了圣上的耳朵 胡话也是话 朕得要听听 他能说出什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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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大人到了 让他进来 你和皇上 要不得惊吓 太好了 爹 皇上 是 水 真言 不得惊吓 你 什么鬼华府 皇上 左路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 大字也不认识几个 所以字迹歪七扭八 毫无纹理 只能写个大概 凌云彻 你对左路动行了是不是 凌云彻 你这个臭小子你 我也不认 不得无礼 皇上 左路一尽深行思 便吓得尿了裤子 他什么都招了 微臣也问了几句 巫蛊之事 是女流之辈所为 他确实不知道 但是 他与扎琪喝花酒赌钱 还听扎琪说 对于妃娘娘有不满 他们喝完酒之后 扎琪还说 要杀了田骏 这些事都说得有板有眼 想来不会有假 和扎琪在一起 我早就说过左路了 少结交这些胡逢勾有 可这不是罪吧 夫人 左路帮您 把令妃娘娘给您的银票 交给扎琪 还帮您叮嘱扎琪两句话 其一 让扎琪把银票 放到银号里 尽快存着 其二 但凡有 但凡有人要问银票的来源 还是整件事情 原本就是你和令妃所为 栽赃于妃 当然不是 你说不是 可左路说是 看来是左路不老实 咱们还是得对左路用行啊 皇上 左路冤枉 他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他不是主谋 也是帮凶 还有知情不报的隐瞒之罪 也绝不能轻饶 皇上 禁宝公公来了 皇上 这是从魏夫人的住处 用寿宫偏殿 佛刊底下搜出来的 小心点 小心点 快 快点 快点 皇上 这和魏夫搜出来的 是一样的 扎了这么多针 这得多恨皇后娘娘啊 你 魏阳氏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 魏夫你四个不是确实错的 魏夫人 真不是确实错的 皇上 竹 竹 奴婢来了 竹 竹 远欣 竹 可以出去了 竹 皇后娘娘在外头等着您呢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姐姐是信我的 走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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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你也不太好受吧 撒网捕鱼 总比任人鱼肉要好得多 我听叶欣学舌 似乎是为了巫蛊之事 用寿宫误蛊是真 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影子 他们算计了这么多来对付本宫和你 心思之深沉 想来也让人沉默 只是 枉死了姐姐的一个阿哥 才陪见了他额娘一条命 真的是太不上算了 对付本宫 方才听令妃和他额娘说话的情形 总觉得 这事不是他额娘一人所为 令妃绝对不是无辜的 这令妃真是心狠 她真心舍得他额娘的命 这事必得再查下去 否则对不起佣景